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可能说涂鸦就是说是水手乱滑 涂鸦只是艺术里边的一个门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左右 在美国布里克林诞生的 当时是受到当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所以是以嘻哈开始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 开始产生的 涂鸦作为视觉的一种表达方式 它也是成了一个 融合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和元素的一个大家庭 可能说涂鸦就是说是水手乱滑 但其实就是说本身它还是有最初的一个动机 或者说你本身这幅画面想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想法 我们是抱着一种探索的思维来决定举办这么一次活动的 这在干的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希望通过这么个活动 能够提升我们最美大桥乡村旅游品牌 吸引更多游客到大桥来观光旅游 感谢观看